是好从5月1号开始 就可以拿来支付 所有的民生基本消费 而且8月份还有第二波 要再发大约台币 一万九千多块的消费金 希望能够刺激 因为疫情而受冲击的景气 澳门民众起了大早排队 不是为了抢口罩 而是领取政府发的大红包 就要凭身份证到银行 或是政府指定机构 就能领到这张绿色的电子消费卡 里头价值约一万一千元台币 全好我们六十七万九千多名公民 不分老少 人人都有 卡片面的金额从5月1号起 可用三个月 每天最多只能花一千一百元台币 但可以多卡其用 不过不能在佛彩场所使用 等于是要民众稳定计划消费 买油买了 买买油 买洗头水那些 拿到卡的民众 脸上喜悦藏不住 但这只是第一波 8月到12月 每人还会载有五千澳门元 约台币一万九千元的消费金 政府大撒币希望能挽救 因疫情受害的景气 虽然港府将会发放的抗疫基金 比澳门的多 但这主要是资助雇主发放心水 而且要等到六月 那不少人担心 这些商店都等不及 香港纾困方案 以挽救失业率为主 砸五千三百亿台币 协助雇主支付一半的月薪 但条件是企业必须承诺绝不裁员 而新加坡则是 正对21岁以上的公民 发放约一万两千台币的现金津贴 美国同样给予成年公民 每人约三万六千台币的纾困金 只是各国不止砸钱救经济 还期盼能解除封锁 恢复正常经济运作 但不少专家却不乐观 认为在疫苗发明前 经济恐怕难以出现 报复性的V型反转 等于是这场经济灾难 除了疫情终止 否则恐怕没有更好的特效药 记者综合报道